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自己的儿女操劳 叔叔阿姨们你们说是不是 我相信直播间有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是为人父母的 好像一辈子大家拼死拼活的 非常辛苦的工作 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就只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就是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才知道 父母的这种这种爱啊 这种 养儿才知父母恩 对这句话 以前不懂 我真的我没结婚之前我不懂 我现在懂了 我现在懂了 然后这么大嘛 然后 说了我爸爸嘛 然后我妈妈 我妈妈现在就是从六年级 因为以前我就跟他说 我说妈妈 我说妈妈 爸爸你们我小时候经常说 我说你们就只为了挣钱 我说你们就只为了挣钱 你们都不管我 我说你们都不在乎我 你们都只为了挣钱 以前小时候经常说 现在长大了就会觉得 就像我的小孩嘛 我现在也丢给我的妈妈 我的婆婆帮我带的 所以我就是我也出去挣钱 我好像又在重新走我父母的那条路 我不可能不出去挣钱 以后他要上学 他要喝奶粉 每个月得花钱 然后还得读书 还得教育这方面更花钱 我们年轻人不可能不去挣钱 所以我小的时候 像我女儿这么大年纪 我妈妈爸爸也在外面挣钱 我以前不理解 我现在理解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能够两全 我现在就跌过三个钟 你现在才半个钟 然后你等会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 所有的事情嘛 他都不能两全 你陪伴了你的孩子 你就没有钱供他读书什么的 如果你去工作 你就会去缺少对他的陪伴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两全 所以我就尽量两边都兼顾嘛 我一边上班 我就一边抽空的话 我就回来 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的 说实话 我都花大把的时间陪伴他 我希望就是在他的童年 给他留下快乐的 快乐的时光 所以的话 我就更能理解 我的当时那年 我的父母是怎么想的了 因为不出来挣钱 我是没有钱读书的 我的外婆也是没有劳动能力的 所以我 他们不出来挣钱 我是没有办法 接下来的人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了 小时候真的没理解 小时候真的就觉得是 他们欺我于不顾 不向别的父母陪孩子去春游 去玩什么的 他们就只知道挣钱 就因为这句话 我的妈妈到我六年级的时候 就回来陪我了 那时候她就拼命对我好嘛 然后就留我爸爸一个人 在外面工作了 她就拼命的就是想对我好 那那时候大的我已经比较叛逆了 我真的听不进去 我觉得她就是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 我妈妈现在做这些 是不是有点玩笑 我小的时候你去哪里了呢 你为什么不管我 现在我炸了你知道回来了 我小时候有一种很恨她们的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青春期嘛 就觉得有点恨她们 然后等我一会儿啊 大家点点关注 妈妈 你弄她 你狂跳你啊 水一会儿你在灯儿再弄好吗 你别人好哭嘛 你灯儿你就是狂跳他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这里点点关注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恨很恨她嘛 我就觉得她现在拼命对我好 以前小的时候怎么不对我好呢 然后直到有一次啊 我就一直就是很叛逆 青春期非常叛逆 我读书我三天两头我就请假 我就不愿意 我就不愿意就是去读书了 有段时间我就很讨厌 然后我的妈妈也尊重我嘛 就是让我就是在家 我就休休休休息了几天 我就不去上学 然后后面我是从初中读完之后 我就去读了那个中专加大专的那个学校 我就没读高中 我直接读的那个中专加大专的学校 那个时候 我很喜欢小孩子 我想去学那个教育啊 我学的专一 我想去学那个教育方面的那个 然后就去专门读这个 就像是那种技术学院一样的 人家 然后我妈妈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妈妈回来陪我 她就上司了那个劳动能力嘛 她就一直陪我 她就没挣钱 所以的话就是她就没钱了 我去读那个学校的学费要花多少 你们知道吗 叔叔 每年是一万多还是多少的学费 每年一万多的学费 然后还有生活费 每个月得给我1500块钱的生活费 那个时候是1500的生活费 每天要吃 然后你有时候要喝水啊什么的 然后还买衣服啊 在学校里面 就是去住校去了 就一个月得花1500 我就进化的用嘛 但是很多时候我都不够的 我就觉得我妈妈应该有钱 我就有点报复她那种感觉 我觉得反正你小时候对我不管不问 我现在就烦你 然后她给了我1500 我可能用到个大半个月 我就没有了 我就又给她打电话 妈妈我没钱了 然后什么的 她又给我汇500块钱过来 我就是想说我不懂得 不懂得这种啊 我不懂得父母的这种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 你们是我的父母 就应该为我这样 我要什么 你们就得给我什么 我就有点叛逆 那个时候 直到有一次 我放归宿假回来 在学校 放归宿假回来嘛 然后我就听着半夜了 我回家睡觉了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 我听到我的妈妈在那个 客厅里面打电话 她给我的那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大家点点关注啊 有多少阿姨在听呢 我们抠个1我看一下 是的是的 我当时就 好 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点点赞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听 你们知道那个电话半夜 半夜那个电话她打给谁嘛 半夜她把她那个电话 是打给我的一个远 就是还是一个亲戚嘛 也不算很远的亲戚 就是她的那种表姐 我的妈妈的表姐 还是那种堂姐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个我外婆的亲兄弟的女儿 这种我外婆的亲兄弟的女儿 她打电话给她 她说 她就叫那个人嘛 她就说 我是听到了的 我是上厕所 我妈妈不知道我抢上厕所那天 我就听到她给那个阿姨打电话嘛 她说 谁谁谁 那你能不能借1万块钱给我 她说 我的女儿马上要去读书了 我的那个学费还差一点 然后 她这用钱太厉害了 没办法 孩子要读书 我们得供她嘛 就是说这样说的 我妈那个时候真的 我听到了 然后我真的很想出来 我那时候还肯定 我那个时候想出来 想骂我妈的 我是想吼她 我经常对我妈妈大呼小叫 我想吼她 我说 我本来当时想说 你能不能不要去丢你啊 不要去找别人什么什么啊 我就想说 我说你自己没有吗 我当时是想这么说 后面我就仔细听 那个 我的那个阿姨嘛 她就她就说没有 当然了别人借不借给我们 那是别人的权利 人家想借 是情分啊不借 人家是本分对不对 人家就说没有 然后她还说了一番很难听的话 给我妈妈 是怎么话我就不说 大家大家能想象得到的 就是说 你们穿金带银的 这么风光的在外面 你们以前这么风光的 穿金带银的 怎么现在还轮到1万块钱 都要找别人借呀 你们没钱 我就有钱了 什么什么的 就这样说嘛 反正就是说 就是这种话嘛 比这话还难听 真的比这话还难听 我说不出来 比这话还难听 然后当时我的妈妈 我以为她就是会挂电话什么的 我妈没有 她还在说她说 哎呀你就帮一下我嘛 我过段时间我就 我有了我就还给你 她说先把她 让她去把这个学费交了 过段时间我就还给你 那个阿姨她还是没有 她就说 哎呀你不要打电话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那种很难听的话 然后就 我妈就后面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就我就看到我妈妈在那里 翻她那个手机通讯路啊 就一直翻一直翻 就一直翻不到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 翻不到一个可以打电话 她就一直在那里翻翻 然后那天晚上她就在客厅里面 坐了很久很久 我回房间了 她在客厅里面灯就一直亮着 外面客厅的灯一直亮着 她就在外面坐了很久很久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她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我知道后面 我是去读了书的 这个钱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我是去读书了的 所以 从那一天 那天晚上我就长大了 所以我就说嘛 就是人嘛 人去教你 教不会的 只有试去教一个人 才会把一个人教好 所以那天 一个晚上我就成长 我就长大了 我就 我就干嘛 我就在学校里面 边读书 边打工 就是 我们有那个奶茶店嘛 学校里面 因为我妈妈 然后后面我不是 之前我一直叫我妈拿 几乎每个月花他2000多的生活费 我其他同学 我在我们其他同学 有贫困户一点的同学 他们每个月省吃点 我才花600 我都不知道他们600块钱 怎么花出来的 后面我就问他们哪里去 怎么怎么每个月 用600块钱的 然后 然后 我的那个同学是那个 甘孜那边的 他们家比较穷 然后的话 他就跟我说 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那种 餐馆 有很多那种餐馆 他可以 边工作 就是 就是边你上学嘛 然后你中午的时候 你可以去 就是那种勤工俭学 那种感觉 他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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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吃饭的时候 中午吃饭 午餐时间 你就帮忙收下碗 或什么的 这种的话 你在那里干一天 你的中午和晚上的饭 就是饭钱 就不用给 就是免费吃饭 你就帮忙干活 免费吃饭 那个时候 我就在那里干了 一个半月 我是没有 吃饭是没花钱的 但是都是别人吃 就是吃完之后 剩到的菜 就是没有人来吃了 但是都是干净的 在一个大的那种 那种池子里面的饭菜嘛 就是那种锅里面的饭菜 然后都是 就是别人买完了之后 差不多一两点钟了 然后那些同学都去上学了 回寝室了 然后那个锅里面剩的 我们还有很多 还是干净的 然后去 去收盘子的那些 我们同学那些 就可以每个人去打饭来吃嘛 都是干净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一个月 我是没有花饭钱的 我是没花饭钱的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但是后面 为什么不干了呢 后面就是 人去的人太多了 就是 人家不要了 人家不要了 后面我就 我就去 我们学校的奶茶店嘛 我就去奶茶店上班 一个月是1600块工资哦 一个月1600块 就是你要上课 你要 就是重要的课你要去上 然后然后你就是上了之后 你就是别的不重要的课嘛 你不上的课 你就会回到那个奶茶店去 摇奶茶做奶茶嘛 然后我就是 我就在那个干了很久 我我已经忘了干了好多个月了 第一个月1600块钱 我拿到手了 我给我妈妈买了个手机 那个时候买了个苹果6 苹果6还是6s 买了个手机 当然我是那个啊 我是我是按揭的 我就是付了钱 按揭的每个月 我就我就帮妈妈还 还那个钱 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个手机 因为我妈妈那个手机 我以前她那个手机 不知道反正是用了很久很久了 然后我就想着 我挣的第一笔钱 要给妈妈买个手机 我就买了 我就买了一个苹果的手机 然后她她也就是走到哪 她就炫耀 这是我给她买的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我就很懂事了 后面我就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了 我就在学校期间的话 我还是就是 反正就是能挣到钱的方式 还有帮别人打字 干什么 我就去干这种事情 反正她就能挣到钱 我就很少 后面我就后面的话 我就没有管妈妈要过钱了 17岁过后 我就没找妈妈要过钱了 到现在没有找妈妈要过钱 就没有了 就每次都往家里拿钱 都不会找她拿钱了 然后她 她以前不是她还欠信用卡什么钱 后面我这后面我挣钱多了 我就给妈妈还 我就给妈妈还了 然后以前她欠的那些什么 找别人借的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还了她没跟我说过 反正我知道她后面有信用卡的钱 就是家里面开支都是她嘛 然后我就会拿钱给我妈妈 现在我们生活过得挺好的 现在生活就挺好的 就一切都好像是 一切都到正轨了 就是 我反正我不听话以前 确实是不听话 我妈妈为我操了心 我的外婆也为我操了心 我的家人都为我操了心 所以我就是苦尽甘来了 现在挺好 像我爸爸还是在国外 他不愿意回来 我一直跟他说 我说你随时 我说你爸爸 我说你累了你就随时回来 你回来我就 你们想做什么 我就拿钱给你们 开一个小地 我说你们就只管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好了 其他的都我来 我的爱人也非常支持我 我的爱人也是 我做什么决定 他都是支持我的 他做什么决定 我也是支持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维系的非常的好 对 他就他就 我空了直播补贴家用 没关 不用不用大家不用送礼物啊 大家不用送礼物 我们就纯纯聊天 我就喜欢跟大家聊天 对我就觉得这是先苦后甜吧 先苦后甜 我也祝愿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还有就是爷爷奶奶 你们的生活幸福美满 苦尽甘来 我们其实我们的家庭现在的收入就是 因为我 我的婆婆也没工作嘛 就是我的公公在工作 我公公她是 也是自己做点小生意 但是我公公她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我们家庭比较复杂嘛 就是他们 也是重组家庭 我的婆婆跟 跟我的公公也实际上是重组家庭 就是 他们 挣的钱 就他们自己用 然后我们挣的钱就是 现在我们 我的爱人她挣钱也 就是一般嘛 就是一般 我可能要比她多一点 就是 我们 这个生活维持 维持的维持的走 反正就是能把自己的日子过红火就好了 对 以后就是孩子的教育啊方面 没问题就行了 我觉得 我们也 我也不去追求那种什么 那种非常富贵的生活 什么 什么奢侈品这些 这种生活 我是不追求的 因为我毕竟有家庭 我希望 把这钱花在刀刃上 我有能力 但是我 我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的一个人 我就是 可能就是愿意给孩子花多一点啊 或者是我的父母这种 对 我是这种消费官啊 我的消费官有点 有点 有点传统是不是 哈哈哈 阿姨们 我的消费官是不是有点传统 我就觉得这个钱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 会 就是总有它用的地方 就是我们咱 咱们就是吃饱穿暖 就行了 嗯 把生活过好就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真的很开心 跟大家聊这些 嗯 虽然看着我平时疯疯癫癫的啊 就是我 我还是一个就是 大家都是人嘛 就是很会共情的 有时候我看着那些 就是比如说那小孩啊 他们就是父母不管的这种 我我我会很心疼的 我经常虽然我自己过的 有时候也不尽人意啊 但是我也看不看不惯这个人间疾苦 经常有什么捐款啊什么的 我也会去的 我感觉我们是不是女人都比较感性啊 就是啊 虽然自己过的真的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也就是看不惯这个世间的人间疾苦 就是愿意自己能去做的 自己都愿意去 我以前也经常去看那种就是养老院的老人啊 就是 这种 我就是有点看不惯那种人间疾苦 然后每个月啊 那些我还给就是咱们 我有个加一个群嘛 就是给那种 那种孤儿 他是那种孤儿 然后捐款 就是几块钱也可以捐 就十块几块这种捐 然后我就每个月捐十块 虽然不多啊 我每个月捐十块 十块钱一年还是得一百多块了 但是我们那群里面很多人 所以我一个人贡献一百多 一百个人就是很多了 那个孤儿 他以前是没房子的 现在我们房子都给他建起来了 我就觉得这些让我很有成就感 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觉得很有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阿姨们 谢谢 对我就是 比较感性的一个人 我有啥说啥 虽然我平时啊 就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我也是个 是比较传统 内心骨子里比较传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这里点点关注啊 阿姨们 对 而且我觉得做人嘛 就一定要善良 有句话怎么说的 好人有好报 是不是 好人一生平安 我相信的 我是相信这句话的 我是相信这句话的 但是确实是 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就是 做了好人好事 但是这个老天对他不公啊 可能 我只能这样想 可能是老天对他不公 只是暂时的 总有对他好的时候 我就是这种想法 好人一生平安 我祝愿我直播间的 每一个人都平安健康 哈哈 我的爱人好多了 他今天都回去洗澡了 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个主要是这个公屏太快了 我看着这个公屏评论区啊 好快啊 我有点眼花缭乱了 那个很多 我看到很多阿姨 我很眼熟的 在我的评论区经常评论我的 我也有看到好多 我看到了很多 我有评论过几个 我今天都看到你们了 有很多阿姨啊 奶奶 我看到你们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 陪伴我 你看真的 我看到有好多熟悉的面孔啊 我看你们的网名 还有那个头像 我都认得你们了 我都认得你们了 大家不用送礼物啊 阿姨们不用送礼物啊 你看你们好多人我都很眼熟 还有奶奶 我看到有个奶奶 我也认识 她经常在我评论去评论 还有这个姐姐这个 哎呀 好多认识的人啊 你们的评论我都会看 我都会看 你们每次夸我啊 我一个人就 我就躲在被窝里面 我就傻笑 你们每次夸我 我就拿着手机 我就这样的 嘿嘿 嘿嘿 我就看你们给我评论 我就笑嘻嘻的 然后我跟你们讲很搞笑啊 就是有人骂我嘛 然后我就 我会 我会心情不好 有时候我也会 就是我看到有人骂我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那天我看到评论器有个阿姨啊 他就是 他也不是骂我吧 他就是 他就是反正就是 他就 嗯 就是说些不好听的话吧 然后我就 哎天那天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嗯 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啊 哎 然后我就气的 我就 嗯 哈哈哈哈 后面我就回复他 我就说 我就我就回复他 我说 我不是那样的啊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然后他就 他又毁评了我 然后气得我 嗯 我就剁脚 哈哈哈哈 啊 我这个喜怒哀乐 都是写在脸上的人啊 我爱人就经常说我 他说你什么事都挂在脸上 嗯 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怎么了 我看你脸我就知道怎么了 你高兴不高兴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 跟你们陪在一起聊天好开心啊 哈哈 对我看了有些 其实他家大家他们也就是 就是有些阿姨 他他也不是骂我 他就是 嗯 说说一些别的吧 然后我就觉得不是那样的 事实不是那样子的 我就 我就有什么 哼 谢谢大家 谢谢阿姨们啊 谢谢你们的理解 真的 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虽然这个经很难念 但是我们 相信啊 但是我相信啊 就是 会过去的 都会过去的 你们看是不是 时间 他就会消化所有的一切 以前我们觉得 就是不好的东西 现在换个 换个方向来想的话 他其实也挺好的 如果 那个时候 那一年我没有经历 那些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还不会成长 我可能现在的话 我不会是这样子的 我可能 我可能还是一个啃老族 说不定呢 对不对 所以就是 那时候就是我妈妈那天借钱 那天晚上借钱那个事 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就觉得 如果没有因为那件事的话 说不定我现在还是个 还是个那个什么呢 还是个虫呢 还在啃老呢 说不定 所以现在就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 这个老天他给你安排什么事 他总会 总会那个的 谢谢大家 谢谢我的阿姨们 真的跟你们好开心啊 我唱首歌吧 那就 你们想听什么公屏打出来 我看一下有没有 会的啊 谢谢大家